台南警方在侦办88枪击案的时候 就发现说主贤洪正军的苏信小弟 曾经在案发现场来出现过 这一直以来都将他列为关心人 持续的调查当中 这一段期间就发现说 他经常出入雪甲一处民宅 而且行机可以说非常的可疑 后来深入追查才发现说 原来里面是暗藏地下赌场的 警方派出了大批警力全副武装前往攻坚 逮捕现场的负责人 还有苏信嫌犯的二十五名赌客 武装警力冲入屋内 立刻举枪控制现场 聚集在这个房间里的赌客全部被带 原警仔细搜索民宅各处 是否有漏网之余 在这群入网的赌客当中 有一名苏信男子 他就是八八枪击案主贤洪正军的小弟 案发当天曾经出现在现场 疑似车上就载着洪正军 一直以来被警方列为关心人 长期跟肩 警方查出苏信嫌犯多半靠赌为生 加上洪正军也耗赌 循着线索破坏这处地下赌场 也斩断黑道金流 记者杨文华谈谈报道